别管我和方宇聊天啊 你们两个说说话 就是 就是 小莫 二乔的情况 你不也基本了解了吗 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俩直接聊 是啊 那个 我们就先回去了 你们大哥在家等我吃饭呢 你们两个散散步来聊天 你一会儿给人送回去 我们走了 小莫 坐吧 我听方怡说你在装定场工作 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这么快 怎么样 成了 这就成了 人家那姑娘能看得上二家吗 这不刚开始吗 我又不是神仙 你得让二家自己努力 夫人呀 你可给咱家立的大股 我得好好犒劳一下你 怎么犒劳 你说 你想让我干吗 我去干吗 咱们下馆子去吧 下馆子多没诚意啊 你想试试萌给你做 我 什么叫没诚意 你这人就是抠 我 我还抠啊 你不抠谁抠 你太抠了 行了 那他们俩这事 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啊 我去快景明后天 这样吧 回头我回了这包社 我问问方怡 你不是每天都能见他吗 是啊 我明天去问问 行 我去做办法 好嘞 好嘞 嗯 好嘞 嗯 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了 人就是挺容易感冒的 我该回去了 那我送你吧 不用 但是我嫂子都说了 让我送你回家 那行吧 我 Rule 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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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的 来 来 来 你怎么办啊 这么晚你怎么不睡觉在这儿坐着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 是同事吗 你快告诉我你要急死我呀 我恋爱了 恋爱 这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刚 可是我好像又失恋了 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个心里发酸出得很 我以前觉得 失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到我现在感觉 我那个感觉别失恋还难过 我心里的那个难过和幸福交织在一起 就好像 好像那个 废头了的稀饭 要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分别有多好 要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思念有多好 要是没有距离有多好 要是没有 然后呢 你明天再学你的汪国珍做事啊 这大晚上你不睡觉吓死我了 起来 你根本不懂我 你别爱声叹气的了 快睡觉吧 出现爱的人为什么要分开 我真的好像每天都看见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的 一下班 结果她一起走在街上 我们会说好多好多的话 然后一起去看电影 我喜欢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 看她的侧脸 我们要是吵架了 她一定会护摸的 还会给我卖花 姐 你叫我织毛衣吧 说黑色不好看 但我觉得黑色好穿她的肤色 要是我生病了 她一定会照顾我 她一定会照顾我 还会给我梳洗 给我擦脸 我要是真的病得太严重了 我就会跟她分手 我绝对不能拖累她 但她一定是不肯的 我又是深情的毒白 又已避开了人 你不相爱的人 为什么一年要分开 只在某个女生的时刻 情商谈谈回忆自态 回忆尽头你站在门外 守护我所有期待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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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理解我那种感觉吗 谢谢你姐姐 这是你第一次这么理解我 阿姨 马叔 你信我 电话有你用吗 不行 算是 电话不花钱啊 阿姨 行了行了行了你快去打去吧 打完了快走啊 谢谢阿姨 喂 喂 喂 你好 你找谁啊 我想找七成刚 找错了 喂 二人 您拨票的号码是 lame 您好 找哪位 喂 能听见吗 找哪位 您好 我找七成钢 四排 二连 四 不不不 四连 二排 三班的七成钢 早上七点到现在 为何以后再有这种采访任务 你找别人给打网 行了 下回想你吃饭 甭下回来 就这回吧 回头你再给忘了 食堂饭我早就吃一样 这样 待会儿跟人干上卧室 走 不行 今儿有缘 没吃饭你这人就 您好 南京电视台新闻一部 找您啊 谁啊 喂 爸 您再给我借时间行吗 我抽错一下 别别别 您别跟他说 要不然这样 月底 月底行吗 我绝不时间 好 老丈人 嗯 家里怎么了 没事 老乔 你结婚那天我可看见了 你跟女妇在走道上可是聊了一会儿 好 我觉得吧 于是别太着急了 有什么需要 对 撑走 谢了 甭谢了 走了 走吧 喂 小萌啊 我是一程 那个小婉在吗 我一会儿想过去请她吃个饭 你说什么 回来了啊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好 单位也没啥事 晚上吃什么 醋溜白菜 胡萝卜 玉米 炖排骨 刚做呀 好 刚回来 别麻烦了 走吧 出去吃 出去吃干吗呀 家里还有这么多菜呢 出去吃点好的呀 家里吃不比出去吃好 干净未生又舒服 我出去吃点好的 怎么弥补我今天中午对你的遗憾呢 你都知道了 小萌 多久了 我到新单位上班 不到一周 你怎么说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我要是不去找你的话 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谈满 一程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 那我心里清楚 我要是告诉你 你肯定不同意 但是我又不想放弃 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我这由于 你现在去的那个地方 刚成立的 对吧 说他是个草台班子也不为过 是什么好机会啊 哎呦 什么叫草台班子呀 那我们发行站越越翻翻 比不比以前的公众单位差 我工资还比以前高 可你以前是正式编制 乔一程 你能不能思想开放一点啊 你不也是不服从分配才到电视台吗 不是 咱们俩能一样吗 怎么就不一样 你怎么现在越活越没有充劲了 现在谁还一辈子定次在一个单位上班 那你看我们制报社 那走了好几个了 那该换单位换单位 人家 人家该出国出国 换不换单位出不出国 跟咱有啥关系 那是人家的日子 人家想怎么过怎么过 咱俩能不能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啊 再说你这样是长久之际吗 这个市场就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 只有变数才是最永恒的东西 说话呀 你这就是自以为是不靠谱 那你就是死掉面子活受罪 还生气呢 行 那既然生气咱就不吃了 对消化也不好 好 得哪儿来的去哪儿 你怎么现在跟宋轩 学得满最夸夸的调啊你 我打 怎么样 还行 是不是闻起来不臭 但吃起来也很香啊 我像我辞聚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啊道歉 但是我仍旧保留我对生活和工作看法的观点 没问题 你有权利保留某一个观点 我能也有权利去鄙视某一个观点 这不冲突啊 但是夫妻之间不是应该互相扶持 互相理解 互相促进吗 那对不起了您那 哎 在家行为不断 阻碍了各家进步 哎呀我给你平着心 我就是怕饿着你 你都经过下了一个保守的定义了 我哪能再背着一个虐待的马匹啊 够吗 嗯 我给你炸菜就好了 怎么啦 还能怎么 还不是因为他家里那个病老婆 又翻屏了 可不是 听说这次冰得还不轻的 也是可怜 小牧 你那个男朋友谈怎么样了 挺好的 喂 你好 嫂子 我是三丽 三丽啊 有什么事没有给我打电话 嫂子 我大哥快过生日了 想着到时候你们一起来老屋 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 是这样啊 三丽 我那个给你大哥约了一个吃饭的包间 要跟他单独过生日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一块儿来 咱们一块儿过 那不用了 改天吧 别 一块儿过吧 这不热闹让得挺好的 你们都来 没事 没事 大嫂 你们两个好好过二人世界 再见啊 大嫂 那行 先这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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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第一个板 把鑽肉錆开 猪肉 切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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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咱们两个人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啊 不多 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了酒呢 今天过生日嘛 我还给你订了一个蛋糕 图案都是特别定居的 那这些菜都上了 估计也退不了了 要不然咱把蛋糕退了吧 你这个人真的是 我花心了心思给你准备生日 想请你吃顿好的 我这个月可是发了奖金 给你准备了这么半天 我还推了三立他们 不就是想给你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嘛 三立他们约过咱们啊 我跟他们说改天 我说今天咱们两个人单独过 也是难为你一番心思 我这从小到大 还没人这么隆重的 能够过个生日 你不怪我推药弟弟妹妹吗 我怪你干吗 跟他们能另约 那我怎么觉得你心里面 还是感动弟弟妹 我跟你说 咱们两个人 才是最亲的人 他们怎么能跟你过一辈子呢 对 咱们俩才是过一辈子的人 快吃吧 别浪费了 好 你尝一尝好不好吃 你们单位最近很忙吗 是不舒服吗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 要不然你们先坐会儿 可能是走累了 别拿出了 你说什么 不用我们别处了 分手 行 没事的 你别哭了 分手没关系的 那我送你回去吧 是吧 师傅走吧 你坐好点啊 你取拿 你的取拿 谢谢叶小郎女士 快吃 快吃 你成了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再跟你上来 什么想法 我想咱们再努力两年 正两年前 我们好好复习下英语 考个托福 出去吧 我们待会儿好多都出去了 今天总没还招人呢 过两天我们也出去 去美国 我确实从来没想过这事 你想一想啊 他们能做的事我们也能 我们又不比别人差 你不是英语挺好的吗 你捡起来考个托福 只要能上五百分 我们还有奖学金呢 可我一个学中文的 我去了美国 能干什么呀 干什么都行啊 我们不一定非要干 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 我们还年轻 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 我们走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 我们离开从前的生活环境 离开曾经的烦恼 也离开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麻烦和负担 我们走得远远的 走到一个新天地里去 是 这事是值得考虑一下 你说你挑这样就是了 还都打包了 都是咱自己花的钱 多浪费啊 我跟你讲花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两个 对未来有的打算 这才是好的事情 是不是 对啊 房子 你们可回来了 给你家里打电话 打不通我就直接过来了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我着急想问个情况啊 那二强和小莫分手了 这个事你们知道吗 这我们都不知道啊 不是处得好好的吗 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这小年轻人的心思啊 咱也不懂嘛 谈个恋爱 咱们都是过来人 小闹一下就分手 要都这样 那就天底下 没几个能成的了 方怡您别着急 这样我找个时间回家 好好问一下二强 他要是真得罪了小莫 我就让他赶紧给小莫 去赔礼道歉去 也真是让您也跟着操心了 要不然您上去喝杯茶吧 歇一会儿 是啊 不用不用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那我送送您 那个 你好好问二强 到底怎么回事啊 行行行 一定的 您您放心吧 那不他俩挺好的一对吗 行行行 您别管了啊您放心 好的好的 慢走啊方怡 二强以前是不是谈过恋爱啊 然后还对初恋念念不忘那种 不会 二强这个人 这思想特别单纯 就算有也不至于 就算有那就是有啊 一年过了一年 可一生之为 乔老师回来了 稀客呀 乔总又去忙业务呀 要不要一起参与参举 一年过了一年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估计是小默想明白了吧 其实我很早就觉得 我跟他不合适 明白 方怡还以为是你们俩闹矛盾了 所以让我来问问 既然是他先提出的分手 但咱们也没什么好留恋 分就分了 以后大哥给你介绍更好的 大哥 其实我并不一定要结婚的 你讲什么胡话呢你 真的大哥 我在厨一班学做饭 也挺开心挺充实的 那学做饭是学做饭 才是生活的极致追求 更是爱情的最高完成形式 听见没 人都比你懂 医生 痛快地说吧 能帮你我一定会帮你的 那个你 最近手头要是宽裕的话 你能不能借我点 好啊 借多少我去银行拿给你 你要不然回去先跟师妹商量一下吧 用不着 他不会有意见的 我们 我们打算先不办回底了 对 师妹上次给我讲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瞒你说 前些天 我把七家的房产过户给了小易 你终究还是 不怎么输你啊 自家兄弟 也没什么好说的 比起这个 我觉得我妈后半辈子的幸福更重要 我能看得出来 那马叔确实是个好人 真心带我妈 我这次下乡 还把七夕接回去一块住 说实话 我还挺感激她的 那你把房子留给小易 那小雅能同意啊 我把我爸的复习金 和家里的存款给了小雅 下个月她和未婚夫一起出国读书去了 齐老大你脑袋滑丝了是吧 你别激动啊 我给你借钱的事 算了 你就当我没说过 你又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再说了 我还是存了点钱 准备结婚用的 你要是急着用 你就先拿去 要还的 而且一定要在我结婚之前还给我 否则我带着星宇住你家去 那我提醒了 谢谢你 你们快来 嫂子来了 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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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主任来了 郭主任 郭主任 行啦 行啦你们都该干干嘛干嘛 好多了 二强啊 你这运气也太不好了 才刚来没多久就要走了 你还有心情心疼人家 咱们场子早晚的关 咱们日子也长不了 走吧 程 二强 你过来一下 你大哥给你来电话了 喂 大哥 二强 方怡刚才给你大嫂打了个电话 她说她已经好好劝了劝小莫 人姑娘那边呢 把话给听进去了 你是个男孩 要大度一点 那小情侣之间哪有什么大矛盾 两个人搁他一步 听见没 我退不了了 我们场子要关了 得分批走人 我是第一批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你又想瞒着我 不是的 我也是刚知道 可这会儿小莫 应该快到你们场了 快到了 我还想跟你在一起 行吗 我们场子要关了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工作可以再找嘛 而且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努力 我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 谢谢啊 好 找个地方散散心吧 不去公园了 找个新的地方 去哪儿啊 听你的 我找个地方散开 啊 看哪儿没有 看哪儿没有 对不起 天红的昨日年代 褪色的时光粘白 千种万种 又落入谁的心怀 我有些是神经在独白 又已避开了人海 只在某个夜深的时刻 轻声谈谈回忆自在 陈思梅 你的信 我的吗 谢谢啊 没事 遗憾在风雨之后 天白 聚光影 无声徘徊 徘徊朦朦 朦朦 乔思梅 你最近怎么了呀 不就一封信吗 这都看多少遍了 那当然了 男朋友写的信 每个字都值得读一千遍 读你千遍 别也不厌倦 走啊 吃饭 像你的三卷相伞圆 浪漫的季节 天理的孙节 吃不吃饭了 吃不吃 不过啊 这人家独性 像独性 你这独性 你怎么像在做梦啊 四美现在特别像 牡丹花里的杜石娘 天天游园惊魂 人家那叫牡丹亭里的杜力 游园惊魂 行嘛 那你那个天天让你做白日梦的对象 是个牡丹 守边疆的军人 脑袋滑丝啦 现在人家都找美籍华人 或者是商人 再不记吧 也是有出国机会的大学生 怎么找个守边疆的军人 那连空气都紧缺 你倒你在演电影哪 军人怎么了 空气紧缺又怎么了 就算只是来最后一口空气 肯定也守下来给我 他好看呀 哎 重点 你这么满意 什么时候把照片给你看看 看什么 我只有照片我能给你看 吃吧吃吧 吃吧 吃吧 看看这个 我们终将要归属他乡 透过车窗 学会欣赏